未來在野所有的強的咖 都可以來參加第三階段 那就包括張亞中啊 趙少康啊韓國瑜 通通都可以的意思就對了 那當然就還有郭台銘嘛 然後當然也有柯文哲 然後用這個方式來完成第三階段 比明調嘛 就像柯文哲講的嘛 那一兩個月之後搞不好就... 我上網淺秋節目的時候 上完了以後 然後淺秋就跟我講說 韓國瑜從頭仔細的到尾 聽完我講 然後呢他還LINE給淺秋 說轉給我 像我... 她LINE給淺秋說 她沒有想到我居然會... 今天 我出來就是為了大局 不是為了我個人嘛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評論很好笑 只是說我出來就是沒有不分區 我當然知道啊 怎麼會有人講說 我出來是為了要有立偉呢 我出來就是丟了立olly desta mia 也無所謂嘛 但是我的事小 所以今天 如果 如果侯市長發現他不適合這個選舉 第一個他真正心中有新北市 他要回去顧他的新北市 然後照顧他的新北市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為了這個大我成全大家 我一直講他還是我們團隊 非常重要的一份子 那樣的一個畫面 你絕對會感動所有藍軍的支持者嗎 對不對 我今天如果大家諸侯跟未來真的能夠 幫國民黨打仗的這個戰神 這個出來選總統的人 那這樣的這是不一樣的 應該坐下來談了 對 那你要交心表態嘛 七二三哥換住那時候10月 搞到10月那不一樣 其實這是善意的建議啦 善意的建議啦 那至少那幾個大男人再混到9月 都覺得不行了 開始在密謀了 就坐下來就非得要換了 那可是你七二三 你就算坐下來你不換 大家討論說不能換 那也是一種方法 那你要把各種的路想清楚嘛 各種的選項想清楚嘛 各種可能的後果想清楚嘛 我告訴你那個朱立倫過去才講過 他都忘記 什麼叫勝利方程式 對嘛 勝利方程式數學題 你又會撥算盤 那你今天 勝利方程式 因為他們習慣打順風牌嘛 對 那今天這個局勢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你不能說我還硬著頭皮走下去啊 這個時候你就要調整啊 然後你要調整步伐 調整隊形嘛 本來以為他是一個很厲害的投手 他不適合當投手 你趕快讓他去當補手嘛 十百萬的新北市 他回房 那你現在很簡單嘛 最大事 新北市政府做民調就好了嘛 看新北市民希望他們的市長去選總統呢 還是留下來做他們的市長啊 這是今天洪友宜應該他的第一順位才對嘛 這是天經地義很正當的事情 然後他又全心全意的來支持 真的可以幫國民黨打仗的最強母雞 選民當然會感動啊 怎麼 立文我先講一下 人家說那個黨紀本來要處理你了 後來有人出來就說這不行 你這樣子的話 你殺這個刀太兇了 而且你這樣子只會更紛亂 而且鄭立文他只是善一個建議 對不對 他會大局嘛 他也沒有挺郭也沒挺柯嘛 他並沒有背叛嘛 他只是覺得你這個局這樣子 這樣子耗下去不是辦法 而且會全面潰散嘛 他希望Mr.想辦法嘛 就想出一個辦法 然後結果 那你現在已經再過一個禮拜 你不怕 你又被我講一講 被我講一下 不會啊 不會 該講的話還是要講 因為我又不是去支持其他黨的候選人 我是說我們本黨的最強母雞 然後我當然希望 其實這也就在朱主席的一念之間而已 我才說他只要放下情緒 然後冷靜的想一下嘛 那你做一個總教練 在這個時候就是該是要換戰術 換打法 換隊形的時候了 那因為黨內有很多 譬如說所謂的挺郭派 他們不是一直想要在中常會 或者是723提案嘛 那這是一個 現在簡單講 應該是說有兩種案子 一個案子是說好 就是挺郭派主打的 他們主打是說 朱立倫你不是講要第三階段 就是要在野大整合嗎 那你現在也一直在講說 在野要大整合啊 那你就把它成為一個制度化嘛 723的時候通過 雖然我們的候選人叫做侯友宜 可是未來在野所有的強的咖 都可以來參加第三階段 那就包括張亞中啊 趙少康啊 韓國瑜通通都可以的意思就對了 那當然就還有郭台銘嘛 然後當然也有柯文哲 然後用這個方式來完成第三階段 就是說一個月或兩個月後 比民調嘛 就像柯文哲講的嘛 那一兩個月之後 搞不好就有 形勢就又不一樣了 這是挺郭派 他們覺得可以把郭納入 那當然最後也不一定是郭勝出啊 有可能柯勝出 有可能韓勝出啊 對不對 所以呢 這第三階段是他們提的 我覺得也不無道理 那另外一種是說呢 我黨內補初選嘛 就張亞中講的 張亞中講的其實是我原本最早的想法 只是嗯 可是我當時想說 我講這個一定沒有人要理我啊 因為國民黨的人 就是膽子比較小啦 所以就怕變化嘛 很怕換了猴之後 那誰呢又沒有人可以換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 就是解決問題之道 還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最強母雞 是有的 是誰 是韓國瑜 這樣大家才會有信心嘛 不然大家會覺得說 多半應該初選 也是浪費一個月的時間啦 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韓國瑜的話 他當然也是要經過一個程序才能出來啊 那 就是像張亞中講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 他現在還沒有723嘛 其實 提名程序還沒有完成 所以補辦初選啊 侯友宜也可以參加啊 就像剛剛我說的 挺郭派他們說的第三階段 也是有侯友宜啊 那 這個補辦初選 也是侯友宜如果要參加的話 也可以參加 然後初選嘛 又是我剛剛說的嘛 張亞中啊 或者是韓國瑜啊 大家都可以來參加 真的挑出一個 國民黨的最強母雞 那不管是張亞中講的 或者是那些中常委提案 都是不失一個辦法 但是我感覺現在今天 主席好像不只是不想聽正立文講的 然後這種各種提案好像也都不想採納 也不想討論 對 拒絕 對 然後就是說不可能 然後呢 反正中常會他就很快10分鐘 20分鐘就給你結束 也不讓你們提案 那就是兩個平行宇宙時空嘛 對啊 那我們看的也就是民調 你不是一次兩次 對 那這些人就想說 那他們也是看同樣的 那你友宜要選也是為了要選贏 而不是為了要墊後嘛 所以你初選也好 或第三階段也好 也都是要證明你是最強母雞嘛 對 那如果你覺得我們誤會你了 你有了盡小兜之後 或怎麼樣之後 搞不好你今天會翻轉也不一定 那就在這個階段裡頭去證實你的能力 盡小兜他做操盤的時候 他拿出對策 對 你不能說你來了一個月兩個月 那你就說不定不當 反正我們就是18%一路到底 所以很多評論又一路走到黑嘛 就各式各樣在這個議題上面就很多紛擾 但是等一下我們下階段會探討 其實這內文他開訂相機已經發生聯誼效果了 棒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不是在演一場戲 不是說我去跟韓國瑜講好了 或者是說韓國瑜想出來 那怎麼出來呢 這個時候怎麼出來呢 然後我來幫他鋪路 那我覺得這個就很糟糕 這也不是我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才會講過很多次 我不是韓家軍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韓家軍 對啊 對啊 所以如果今天是這樣子的話 很可能就會找一個韓家軍 或幾個韓家軍出來發動 不是的完全不是 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澄清 這並不是說韓國瑜又心動了 要出來並不是這樣 的確如同大家所認識的 我當然也知道 韓國瑜完全沒有起心動念了 而且尤其是去年底 今年初的時候 國民黨一片看好 所有的人都相信侯友宜 就國民黨裡頭 大多數的人 都相信侯友宜就是我們的王牌 就是我們的最強母雞 這就是回應大家說 我一開始為什麼所謂的挺侯 那時候國民黨裡頭就是很明顯 如果三成多為什麼不挺呢 然後當然沒有人會想到韓國瑜 而且我講過很多次 我覺得韓國瑜也不簡單 他摔跤了以後 你看他就是放下了 他很安靜 他沒有再出來蹭啊 不甘心啊 然後在那邊你懂嗎 他都沒有 他也知道 就是會有人忌憚他 怕他出來 有人會消費他 有人要蹭他 我覺得他這一點倒是做得非常的乾淨乾脆 不讓大家再做文章 然後他也放下了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第一個 我當然沒有跟他先講好啊 第二個 我真的不是來幫他鋪路的 第三個 這個真的是很困難 我希望是他因為跟我一樣 有同樣的心情 對他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因為要出來選 又曾經經歷過這麼重大的挫折 那不是一般人的 你知道嗎 那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而且現在你看 國民黨已經很多人都放棄了 那今天如果說 他出來就黃袍加深 然後國民黨現在一片抗好 那不一樣喔 現在是很多人都覺得 國民黨沒救的喔 他出來可能是粉身碎骨的耶 他不一定願意來 當然啊 就是說這個時候要 我覺得 那小語大意 小語大意他獲取 要非常強的使命感 我就說不惜粉身碎骨 他才能出來 所以我也不會一天到晚去爐他 說你出來啊 你不可以不出來啊 因為 就好像很多韓粉的反應是一樣的 我講這個話 很多人都說 哎呀不要吧 這樣他太可憐了 太捨不得了 他之前已經摔成這樣 被國家機器修理成這樣了 所以算了不要再找他了 人家會心疼他嘛 這個我充分理解 這就是為什麼 我覺得不能去逼他 今天 不成功變成人啊 拋頭顱灑熱血要心甘情願 我不能拿那槍桿子抵的時候 你告出去拋頭顱灑熱血 要我是韓國瑜我才不要了 因為韓國瑜 之前隱忍了 成全了十六七年 結果他一飛從天 可是他這次是最大的贏家 因為很多人都要跟他道歉 都需要他 韓粉也沒在 他如果持盈保態 他如果再呈減個這一次 他下一次搞不好有機會啊 所以很多人都有 沒有落跑的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會拿電子計算機出來計算 對 對不對 所以今天在這個局面要出來承擔 他一定不能只是算自己 當你這個大局像我說的 如果你跟我們 而且是絕大部分的基層群眾 有的這種危機感的話 你不是算計自己 你才會有那種 我剛剛說的 像洪秀柱當年那種 雖千萬人無往矣 不成功變成人的這種決心 你想想看 當年搞革命好了啦 那清廷啊 追殺革命黨人會有好話嗎 對 你被砍頭了以後 你們家會有好話嗎 蛤 還會送忠烈詞嗎 不是嘛 革命失敗了 就是你選舉 你今天出來失敗了 你就是要扛嘛 但是如果一旦成功了 就不一樣啊 可是你不能說因為怕失敗而不出來 好 但我不能強迫你來跟我搞革命啊 你一定要心甘情願的 這是殺頭的 好 那今天韓國瑜要出來 這不是好康的事啦 這真的不是好康 我也沒有去 我也不能去逼他出來 所以我才會一二再再二三的告訴大家 因為韓國瑜非常關心時政 所有的發展他都有在follow 那我也知道他高度的天人交戰 你怎麼知道 那什麼事 算或之說你到底有沒有聯絡 你就出來 我沒有跟他直接聯絡 但是 當然有其他人會來跟我講嘛 拜託 大家 他天人交戰 台灣那麼小 他天人交戰就有在思考了啊 而且我上王淺 然後再爆一個料 你看我這個人 我連這種話都不講的 你知道嗎 我也實在是 我覺得我好像有點太小心了 講個方向 我上王淺秋節目的時候 上完了以後 然後淺秋就跟我講說 韓國瑜從頭仔細的到尾聽完我講 然後他還LINE給淺秋 轉給我 向我質疑 一定是聽你上王淺秋 我也聽你上我的 沒有他通通會有聽 但可是他沒有辦法LINE你嘛 他可以LINE給王淺秋嘛 他LINE給淺秋說 哇他沒有想到我居然會這樣子 火力全開啊等等的 他就說他也知道 我會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他向我質疑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當然知道他很follow 然後他很關心 他其實這是他的熱情之所在 人他這就是他的熱情 不然他怎麼會從政呢 對不對 他今天並不是因為他爸爸他家怎麼樣嘛 他就是對這個有熱情嘛 所以他有群眾的這種渲染力 是天生的嘛 那今天就是必須他自己要去做決定 而且第一個 我在這個黃偉翰的節目 我不知道他播了沒 我講過 我在你的節目再講一次 我只有對一個人 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就是加分解 就是說又要叫他一次 再把他老公再捐出來一次 上次捐成那樣有沒有 然後他們全家人耶 然後現在又要叫他們家 這個我真的 你叫我怎麼說得出口啊 我說不出口 那我只能希望說 他們在新聞上面看到了 他們在直播上面看到了 那他們自己 憑他們自己的想法跟狀態去做決定 如果他願意出來 那我當然是為了他 他叫我怎麼做我都願意配合 那他不願意出來 我也真的200%的尊重 因為這是可以理解的 就這樣子 那你不能說 然後我現在要幹嘛 每天去死賴活賴 這韓國瑜嗎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知道這個